我们高歌蒙进进入第三册的第三单元 我们先来看第三单元的第一课书 这就是Lesson 41 Illusions of Pastoral Peace 按照惯例咱们先来看看这课书生词和短语 打开书193页 Let's look at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Illusion Illusion Pas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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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d Bread R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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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ol Extol Superior Superior Cock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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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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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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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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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y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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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y Vir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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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b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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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ilage Privilaje ismusery Privilned Misery Acquintance Acquaintance Treat Treat Dweller Dweller Stagger Stagger Exotic Exotic Glow Glow Descent Descend Tuck Tuck Obstinately Obstinately 好 这棵树呢 生词短语也不少 咱们先把其中的重点词一块来看一看啊 首先第一个词就是我们这个题目中出现的这个词 那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Illusion Illusion 这个词呢叫错觉 也就是说呢咱们题目啊这中文翻译的不好 它翻译成宁静田园生活的遐想 这遐想的不对 那得翻译成错觉 就是宁静田园生活你完全理解错了农村生活没有那么美好 那这个词表示错觉就是领会错了其实不是那种东西你的感觉是错的那他在生活中呢有另外一个词咱们写作中总掺和着用都可以啊俩能换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Illusion 就看到这个这个本文就来自于就固定搭配这正根在这儿呢你想我们看一个例子啊 He is under delusion或者是He is under the delusion that he's always right 他有一种错觉 他觉得他自己永远正确 当然这个is呢在这儿也可以换成lives都可以那就有某种错觉 我们这个有某种错觉这俩剧情前面俩动词后面俩名词二乘二排列组合四个都行对吧 你要这个都用过了呢咱们也可以再换一个错觉也能翻译成某人还以为是这样的呢 其实不是还以为咱们好像讲过哎你看是不是又出来了 B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就某人还以为这个impression是印象或者感觉 但是加be under the impression一定翻译成还以为就暗示呢当时那个认为观点啊错的 我们三十二个一艘沉船中见过复习 一百五十页第十行 Though the crew were at first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lost ship had been found The contents of the chest proved them wrong 还记得吧 尽管海员们一开始还以为沉船被找到了呢 但是箱子里东西证明他们都错了 这观点是错的 那好错觉相关的咱们既表达啊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咱们看一看也是一个重点的动词 就是养育 培育 哎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BREED 培育养育 这个词啊首先注意这动词不规则 它的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呢去掉一个字母译 有一遍的啊的声音我们读一下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BREED 培育养育呢是一个极物动词 所以经常用到被动就是用过去分词BREED 被抚养 被培养 有这么一个过去分词用的多 而且经常用在复合的形容词里面 A well-bred child 这个well-bred把它记住 这个复合形容词刚好翻译成 一个很有教养的孩子 就是被培养的很好呗 彬彬有礼举止落落大方 又有礼节又懂规矩 哼 这个亲切临理都说好 那如果一个没家教的孩子呢 缺爹教少娘教 对吧 我们用这个an ill-bred child就好了 这个ill在这不是生病的 在这呢 它其实当副词的用法 它相当于副词BADLY 不好的 就是没教养 没有被很好的培育 对吧 就没家教 咱们一般说 这是BREED 你看这过去分词 我们还经常用在一个固定短语 就是在某地出生 在某地长大的 连用两个过去分词短语 就是BORN AND BREAD BORN 是被出生的 BREED 是被拉扯大的 那BORN AND BREAD 这固定搭配 因为它押韵 这个韵呢 叫手韵 就是单词开头 都是B开头的 对吧 你像比如说 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中国出生 中国长大 那我们就可以说 I was born and bred BREAD IN CHINA 就行了 我是地地道道中国人 中国出生 中国长大 那我们也表示 某地出生长大呀 也可以把这地界呢 把它放在这个短语的前面去 也很地道 我可以说 I was China BORN AND BREAD 我是中国出生 中国长大 土生土长中国人 我们也可以说 我是成立生 成立长大的 I was city BORN AND BREAD 注意前面的名词 用灵贯词 就不用说 a city 或者the city 不用说了 那同样呢 我是乡下出生 乡下长大 农村的孩子 我可以说 I was country BORN AND BREAD 我们知道country 除了表示国家 也可以表示农村 乡下 这是这个BREAD 它是来自于 服育 养育 培养 BREAD 这个词过去分词 这也是既搭配 就行了 最后我们做个小复习 把某人抚养 称人拉扯大 咱们以前见过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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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brought up by my stepmother 我是被继母 拉扯大的 BREAD BREAD 或者用 RAISE 把某人 抚养 养育 当然如果 宾语是猪 也能是 饲养 这也行 这个我们 第二课也讲过 这个词 记住同一词 和它重要搭配 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 看得着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也是 祭坛的搭配 这词本身不难 就是极度的高兴 狂喜 哎呀 这好像就 懒汉捡了狗头巾 这种感觉 狂喜不能自疑 我们大声读一遍 RAPTURE 再来一遍 RAPTURE 就心中的狂喜 无法按摩 接着你看我们 这个排排序 这RAPTURE 这RAPTURE 狂喜 它可能极度的高兴 这个感情色彩 特别特别的强 语气特别重 比它稍微差一点呢 就非常的开心 这种感觉 我们大声也读一下 这个极其高兴 这个状态 大声对边 Delight 如果一般的 就是高兴 愉悦 可以用这些词 比如说 JOY HAPPINESS 当然的HAPPY 中间那个字母P 会加一点清晰的 濁化成BUDDY IN HAPPINESS 就是快乐 开心 而RAPTURE 我们看到 它几乎是语气最重的 狂喜了 当然这个词 你不会搭配的话 没法用 我们既搭配就行了 就对某事 欣喜若狂 我们前面的动词结构 可以用 BE IN RAPTURES 用介词 IN放到前面去 或者整个换成 GO INTO RAPTURES 而进到了狂喜状态里边去 注意这个名词 习惯用复述 然后后面呢 对某事 这个介词 可以用ABOUT OVER OR AT EACH ONE IS OK 任何一个都可以 我们随便看一个例子 这个女的 对她的心房子 是欣喜若狂 手舞足蹈的 特别高兴 喜欢的不得了了 我们可以用 She was in RAPTURES ABOUT HER NEW HOUSE 或者是 She went into RAPTURES ABOUT HER NEW HOUSE 这个ABOUT 换成OVER和AT都可以 好 这个词也是 记住重要搭配就好了 下面一个 咱们来看看的 就是高度赞扬 或者盛赞 就是哎呀 这个人太棒了 高度的赞扬 也属于语气 比较重的一个动词 我们大声读一遍 注意中间这个字母T 在这轻轻酌化成淡 这个声音 最后呢 又舌尖抵住上压根 把舌尖音 哦 大声读一遍 EXTO 再来一遍 EXTO 哎 这叫高度赞扬 或者盛赞 这个词啊 也是要既搭配 我们重点 在前面讲的多数 都是写作中要会用的 你比如说 盛赞什么什么的好处 叫 EXTOL The Virtues 或者是 The Benefits of Something 就盛赞什么什么的优点 盛赞某某事物的好处 你比如说 他盛赞英特网的种种好处啊 He extolled the virtues The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英特网技术 使我们的生活太方便了 世界都变小了 对吧 盛赞什么什么的好处 这黄色搭配技术 还有呢 盛赞高度赞扬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词 也是比较书面语化的 写作中替换 放心大胆的话 没问题 大声读一遍 EXTO 再读第二个词 Eologize 这两个词也表示高度赞扬 盛赞 如果就表示生活中一般的表扬 用这两个词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遍 Praise Acclaim 这两个就是一般的表扬 称赞 说它好 只不过大家注意一个词 Praise 一般同学可能比较熟悉 Acclaim要注意 这个表扬称赞 多数用在被动 它一般用在被动 就被表扬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A much claimed novel 这是一部备受赞誉的小说 Much 就是很多人都称赞 这个Much在这儿 并不是表示数量多少 是表示很多人 很多人参与进来 有这个意思 这个未来到48个 怎么会讲这个Much 总而言之 在这是一个备受赞誉的一部小说 被很多人挂 更文笔写得好 这情节离奇 特别引人入胜 这是夸奖称赞 我们这个呢 它的编语一般就直接跟某人某事就行了 还有一个词呢 也是既搭配 这就恭维 恭维某人 说某人的好话 真不错 你看真好 恭维称赞 这个得既搭配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的说 complement 再来一遍 complement 这叫恭维称赞 尤其用在这个搭配 叫complement somebody on something 夸奖某人的某个东西特别好 先加这个人 然后具体夸奖 他的什么优点 什么东西好呢 放在on后面 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 Everyone at a party complimented Mary on her new dress 这个句子我们都会翻译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聚会上每一个人呢 都称赞Mary 就玛丽了 喝 他的新裙子漂亮 这是恭维称赞 说好话 这几个表扬称赞 相关的搭配以及区别 咱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 咱们也是一个重点形容词 它就表示优越的 优秀的 高级的 我们大声读一遍 superior 再来一遍 superior 这叫优秀的 优越的 高级的 咱们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 He is a superior actor 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这是优异的 优秀的 高级的 当然 这个词为什么说要专门讲 比较特殊呢 这个词它本身呢 就可以表示比较级的含义 所以这个词注意 它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了 它呢 如果表示比什么什么更优秀的话 直接用这个形容词的原级 跟它去比较 它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了 而且比什么什么更优秀 比什么什么更高级 后面还不能加 then 要加ges to 这属于这一类形容词 都有这个特征 咱们一会会归类会总结 Be superior to 你比如说 Your computer is far superior to mine 什么意思啊 你的电脑比我那电脑可高级太多了 这配置绝了 对吧 这个far 一般都放的比较级前 表示什么什么的多 我们在这放的superior前也可以 只不过这个词它没有比较级 原级比较 后面加to不能用then 我们做总结 跟它类似的还有以下这几个 而且很特殊的拼写 你发现有规律 后面这也是这个 一般大多数都是IOR来结尾的 这是它的完美的反译词 叫更低级的 略等的 就是假冒伪劣的 略等的 那大声来读 来读一遍 inferior 再来一遍 inferior 就是差劲的 不怎么样的 略等的 如果比什么什么差劲 也是用形容词 原级比较 没有比较级最高级 后面加这词to 你看 完美的这个词 对吧 我们上边去带下去 你电脑比我的差远了 your computer is far inferior to mine 就好了 跟它类似的还有 你看这也是IOR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senior 这个senior可以表示 年纪比较大的 资历比较深的 级别比较高的 有这个含义 如果表示比某人某物 年龄大 资历深 级别高 可以用be senior 后面加借词to 还是跟借词to 不用担 他也有自己完美反译词 就是年纪更小的 资历更浅的 级别更低的 大声 我们读一遍 junior 搭配也一样 就是比junior 后面还是加借词to 对吧 比谁 年龄小 级别低 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一组 咱们记这三组六个 基本的中高级考试 常见的就这么多了 我们大声把这个词读一下 prior 你发现也是ior结尾的 这个prior表示时间上较早的 如果比什么什么更早 发生的比它更早 用be prior to 就这个年代呢 它的时间比后者要更早一些 我们还是跟借词to 它也有完美反译词 就时间发生上晚一些的 更晚的 我们大声读一遍 注意中间字母提着着化 posterior 再来一遍 posterior 这搭配叫be posterior 后面还是加借词to 就比什么什么更晚的 晚于的 这一大堆呢 其实都是从拉丁文来的词 英语中的外来语的借词特别多 就是借 借代的那个借 因为英国的历史 英语历史悠久 所以呢 它外来词特别多 注意这几个呢 都是跟to搭配 用原级比较 牢牢记住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个机题 尤其表示攻击打面 这种 注意这是名词 我们大声对变 kacro 再来一遍 kacro 这个叫机题攻击打名 那当然这个kacro 这个词经常我们跟另外一个词呢 发音类似别搞混了 就是蟑螂 就是厨房里的蟑螂很讨厌 我们大声读一下 kacro 后面多了一个ch 这个扑擦音 当然有时候蟑螂呢 在口语中因为kacro 音节太多了 它说起来太费劲 经常我们直接见的就是ro ch 就是表示蟑螂 这跟我们的攻击叫kacro 去分开 当然这个是名词 我们如果表示攻击叫 这个打名 攻击打名 这个动词 而且是个不及物动词 它用攻击做主语 后面直接用这个词 表示叫打名就行了 我们有这么一个动词 我们先看这个 最左边的一个大声对变 crow 这不及物动词 基本上是攻击在打名 后面这几个呢 都是动物的叫声 而且在这儿呢 都是不及物动词 就是这种动物做主语 后面直接可以用它当位语动词了 这个是母鸡叫 我们大声再对变 kackle 母鸡 母鸡一般就是母鸡下蛋时 咕咕咕咕咕咕 分娩是阵痛 疼得很 这在叫 这个呢 叫鸭子在叫 我们大声读变 quack 你看它有一点呢 你声的这个味道 那攻击叫 就叫 咕摩摩摩托 你看 然后鸭子叫 喀 喀 crack 喀 发入一块音 咦这个声音 对吧 也下面的更明显了 这咱们能猜的是什么叫吗 那 跟老师家大声道一遍 喵 这甭说了 这肯定是猫叫 对吧 哎 这个中文中呢 咱们汉语是叫 喵喵的叫 英语呢 由于它是拼音文字 它这模仰的声音更像 这前面是 后面双语叫喵 The cat 这个猫叫了一声 或者The cat is meowing 就行了 确实就能动词来用 下面是狗叫 B-A-R-K 大声对面 Bark 你这Bark也是跟狗叫动静 类似 B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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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跟狗叫类似 下面是羊叫 我们大声对面 Bleed 有那个 Bleed 羊叫 还有下面这是牛叫 注意词性 都可以当不及无动词来用 大声对面 Bello 这下面是猪叫 大声对面 Grant 当然这难度比较高 我就不学了 下面这是马叫 我们大声读一下双元一A的翻译 大声里面 Nay 后面G是不反应 那马的 Nay Nay 你看刚好 Nay是马叫 对吧 后面还有呢 这个咱们第六课讲过 大家还记得吗 狮虎的吼叫 它当名词当动词都行 对吧 咱第六课砸出窗抢劫 说明那个大汽车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低沉的沉闷的像狮虎的吼叫声 对吧 再读一遍 Rore 这个是一般蛆蛆锅锅在叫 就是昆虫在叫 大声对面 Chirp 这个是鸟儿呢 在叽叽喳喳的名叫 我们大声对面 Twitter 反正这个词更高频出现在 美国那个社交的那个APP 那个网站叫推特 怎么叫 对吧 我们知道就来自鸟儿叽叽喳喳的叫 Twitter Twitter 就很多人呢 就好像很多鸟儿 在那叽叽喳喳的一块在叫一样 但这推特呢 一看就不是那么好鸟 就是这 Twitter这么叫的 往往不是什么太值钱的鸟 一般像 什么 什么麻雀呀 这种鸟的叫 如果要是鸟儿婉转的在叫呢 我们有一个词叫 Werble 你看 Nightingale is warbling 这是夜鹰在婉转的叫 叫夜鹰和化眉这种 大声再读一遍 Werble 注意最后那个Bull 又是舌尖底铺上一根 好 这些动物的叫声呢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下面一个重点词呢 咱们来看一看闪烁这个词 这生活中表示闪烁的词特别多 咱们这有温故有志心 大声再读一遍 Glint 首先注意这发音不要读 Glint 不是下命令的令 这后面字母爱是发报数 军训时报数那个A 然后紧跟着前笔音 舌面贴到上额去 不要拱舌根 大声读一遍 Glint 这个闪烁呢 是表示啊 很多那些碎碎的亮点 在发出耀眼的光 你比如说 什么叫很多碎碎的亮点呢 遍地的黄金呢 波光淋淋的水面呢 树梢中照射出来的阳光呢 都是很多碎点 对吧 或者是清晨呢 这个露水珠啊 在阳光下闪烁 这座很多的碎碎的亮点 在发光 我们可以用Glint 你比如说 The dewdrops glint in the sunshine 这个dewdrops 就是清晨的那个露水珠 这个露珠啊 草丛里的露珠 在阳光下闪耀 发出很多那些耀眼的那些亮点 对吧 跟它类似的呢 这俩次咱们可以同事记 都是表示很多碎碎的亮点 在闪光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Sparkle Glitter Glitter中间这个t 也是把它捉换成d 这声音 就是指什么 钻石啊 什么遍地的黄金啊 什么波光连连的水面 这种很多碎点在闪光 你看我们还记得 威尼斯商人中这个名句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这句话是一个部分否定 翻译成 闪光的布都是金子 遍地的黄金在闪烁 用它也行 这三个词是一家子 可以同事记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闪烁 咱们18课其实就讲过了 可以复习 首先这个flicker flicker一般是表示灯火在摇曳的闪烁 像什么蜡烛在风中闪耀 树影摇窗这种闪烁 用flicker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flicker 好 这个下面一个词叫flash 它强调的是 突然发出一道强光 转瞬就熄灭了 像一道闪电一般 对吧 再读一遍 flash 这个词呢 都表示发出微弱的闪烁 尤其表示类似于星星在闪烁 当然不是动物园的星星 那闪不了 天上的明星 再读一遍 Twinkle 你看我们这个女诗人 Jane Taylor的诗歌中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小星星在天上一闪一闪 好像镶嵌在天空中的钻石 星光用它最常见 还有一个是本文中生词中的 刚好咱们同时也记住 这也是发光 大声都一遍 Glow 这Glow呢 一般是表示燃烧过的物体 发出暗红色的温暖的光 你像什么燃烧过的木炭呢 烧红的铁条啊 或者是那烟火头 抽烟的时候 烟头发出那个红光 都可以用它 你比如说 The Heated Iron Bar Glow 这个烧过的烧红的铁条 发出暗红色的光 这几个发光呢 比较容易弄魂 咱们放在一块儿不得记住 就好了 这个词咱们看到这儿 下面也是一个有难度的一个动词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Descend 再来一遍 Descend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表示下降 从高处往下降降临下来 你比如说 We descended the stairs 我们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这个句子中 Descend当集物动词来用 沿着什么下来 我们也可以当不集物动词来用 就足于本身位置在下降也行 咱们再看一个不集物 就不加避语的 The plane started to descend 飞机开始下降了 是足于本身位置在下降也行 它的完美反语词 就是Ascend 所以完美反语词 就含义刚好相反 搭配完全一样 对吧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Ascend 刚才两个例子都可以替换 第一个集物 我们走上了楼梯 We ascended the stairs 飞机开始缓慢升起来了 The plane started to ascend 这都可以替换 这是Descend 第一个意思表示下降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顺便记住反语词 它的第二个意思呢 用在固定搭配里面 叫Be descended from 翻译成是 某人的后代 就是是谁的后代 比如说孔子的后代 等等等等 那是顺便记住 它的同根词 就是子孙后代 的可数名词 大声都一遍 Descendant 这是某人的后代 这个名词 那我们用 这两个不同搭配 造同一个句子 我就说它是孔夫子的后代 孔夫子 咱不能用汉语拼音了 这世界名人 专门有这个词叫 Confucius 音译过来的 你想 He is descended from Confucius 它是孔夫子的一个后代 或者我们直接用名词 He is a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直接用Be a descendant 后面叫of就好了 是某人的后代 这是我们看到 Descend的第二个意思 但是本文中呢 这俩意思都不对 本文中用在这个固定搭配里面 就是Descend 后面叫on 或者更正式的场合 可以把on换成upon Descend upon 也行 那么这个搭配呢 人和事物做主语 含义略有不同 如果是人做主语呢 一般是表示大批的来到某地 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Millions of tourists descend on Beijing every year 每年呢 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北京来 这是大批的来到某地 这是人做主语 同样这个搭配 如果主语是事物呢 一般翻译成突然降临 某一个抽象的东西突然降临 我们看例子 Total silence Descend on the room 房间突然陷入一片死寂之中 就是完全的安静 就连出气的声音几乎都听不到 突然间降临到这个房间 它是个抽象的事物 对吧 再来说 A double blessing has descended upon the house Upon 别的安静正式 这个 blessing可以表示喜事 A double blessing呢 就是双喜呗 就是这个双重喜事 这个怎么样 这家人是双喜临门的 就突然间双重好事降临到这家人身上 双喜临门 我们再看一下本文中的这个用法 就是咱们四十一和一百九十二一二十七 Few things could be more impressive than the peace that descends on the deserted city streets 当然the peace后面写紧格的是定语从句 定语从句 大家的关系代词做主语 它还指的就是这个peace宁静 突然降临到了冷清的城市街道上的宁静 当然看 我们在这看到了吧 就好像北京在春节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peace descends on deserted city streets 因为春节时春运都回家了 马路上马上冷清了 这是宁静突然降临到某个地方 这是descend 咱们记住常见的这几个用法 表示下降反义词ascend 表示是某人的后代 be descended from 或者某人的后代名词descendent 还有descend on注意 人做主语是大批来到某地 事物做主语是某个抽象事物突然降临 好 这个重点词汇 这三个搭配 牢牢记住 好 我们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个不太好读的一个副词 叫顽固地固执地 当然这个词是个贬义词 就是坚持那些错误的事 死不悔改的 我们大声读一遍 obstinately 再来一遍 obstinately 这是顽固地固执地 当然我们生活中更常见的是它的形容词 就是把后面的ny去掉以后就好了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这黄言词的 obstinate 我们说了这个ate呢 一般来说在动词中读成ate 双原语a 在形容词或者名词中呢 就是一个道义词的a 所以不要懂得obstinate 不是这么读的 再来遍 obstinate 这个字母就是一个道义词的a 这个声音 这是固执的 你像 the old man is as obstinate as a mill 这个老头子固执的像一头骡子一样 这个mill是骡子 就马和驴杂交生下的这种畜生 当然这个我们看到 这英语中很多一些名语就像什么什么一样 特别是当动物这么比喻 有一些跟中文类似的 但是有一些跟中文不太一样 你看在中文中是这个人很倔强 像倔驴 但英语中这时候习惯用裸子 就是mill这个词 它这个驴形容什么呢 形容啥 as stupid as a donkey 蠢的像一头驴一样 这么中国人更喜欢说蠢猪 对吧 他说蠢的像驴一样 as stupid as a donkey 还有呢 忙碌的 这跟中文类似 我们说忙碌的像小蜜蜂一样 as busy as a bee 像蜜蜂一样忙碌 狡猾 这跟中国一样 as cunning as a fox 这cunning是狡猾的 狡猾的像狐狸一样 对吧 勇敢的 我们说猛 这个勇敢 勇猛 如老虎一般 但欧洲不一样 as brave as a lion lion是狮子 因为欧洲呢 没有老虎 它有狮子 这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了 对吧 这物种生活的 它不一样 比喻就不同 as brave as a lion 像狮子一般勇敢 骄傲呢 它一般用动物 用孔雀 as proud as a peacock 这个proud 骄傲 我们用peacock 孔雀来比喻 然后穷呢 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 但中国人说穷得叮当响 教堂里没有游水 对吧 我们用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 这些约定俗成的比喻 别自己瞎辩 如果很优美呢 优美的像天鹅 这个好记 as graceful as a swan 像天鹅一般优美 这是常见的用动物呢 比喻人 这个注意别自己瞎辩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又来了 当然我们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这个形容词叫obstinate 就固执的倔强的 这是贬义词 它呢有没有同一次替换的 有的 这两个词呢 可以看作它的同一次 也是倔强的坚持错误的事 总不悔 这个总不悔改 大声嘟变 staborn 这个不好读 偶尔有个勾舌尖的动作 再发前逼音 再来变 staborn 或者用headstrong headstrong 这是倔强的固执的 当然坚持的事要是错了呢 那是倔强的固执的 如果坚持正确的不放弃 那就变成坚定的 对吧 抽象含义类似 但是就看你坚持的东西是对是错了 坚定的坚决的不动摇的 我们用这两个词 这可以看作是感情色彩上的反义词了 我们大声嘟一遍 determined resolute 好 41课 生词跟短语部分 跟李老师就看到这 在看完了生词短语之后 咱们一块来看看41课的第一段 第一段作者上来就说 The quiet life of the country has never appealed to me 宁静的农村的生活 从来也没有吸引过我 这是上来的开明综艺 告诉读者 作者不喜欢住的乡下 当然这里边用词不难 The quiet life 安静的生活 什么生活 of the country the country不是指这个国家 country是多一词 在这表示乡下农村 表示乡下的时候 前面要加一个定文词 the country 怎么样呢 has never appealed to me 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重点的动词端语 appeal动词 后面加上 借词to 再加上某人 是吸引某人 令某人产生兴趣 这个意思 咱们23课见过 千万别忘记 咱们复习 114页的13行 这个想法从未吸引过我 从未让我产生过太大的兴趣 但有一天大阵雨之后 我碰巧正在花园里散步 大家还记得这个appeal to吗 对了 这是吸引某人 令某人产生兴趣 它的名词呢 当然就是吸引力 发音频写跟动词一样 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还是appeal 魅力吸引力 这个29课咱们见过 咱们也回顾 138页第7行 In spite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尽管有民族上的区别 但某些滑稽的场景 世界人民都喜欢 有一个全球范围内 普遍的吸引力 对吧 好 那本文之后 当然用动词 appeal加to就好了 那我们当然可以替换的吸引 比如说可以换成 attract 没问题吧 has never attracted me 从未吸引过我 或者我们用intrigue 令某人产生浓厚的兴趣 也行 这个词我们也大声读一遍 我们把后面的动词 这个字母D去掉 I-N-T-R-I-G-U-E 大声对变 intrigue 也是吸引 或者我们不是换同一词 我们换成一个短语 也非常地道 你看也可以这么说 the quiet lie of the country is not my cup of tea 当然不能翻译成 不是我的那杯茶 不是我所喜欢的 这个be one's cup of tea 表示是某人所喜欢的事物 但这个搭配一般都用在否定里边 所以我不喜欢农村的这种宁静的生活 the quiet lie of the country is not my cup of tea 这个搭配也非常地道 好 那么上来来一个短句子 开明综艺 那么按照咱们长短句结合的原则 一般来说 下面应该出现长长的复合句了 对吧 我们看屏幕 果然 来大块头了 在多号之前 当然是非为动词 当原因状语 咱们在词汇中分析过 对吧 city born and seed bred 来自于born and bred 在某地出生并长大 因为是成立生成立长 怎么样呢 I have always regarded the country as something 我总是把农村看作这样一个地方 regard something as 这个我们在第十课 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沉默就讲过 被认为是不可能沉默的 对吧 regard asb 把a看作是b 看作是什么呢 something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定义从去 you look at through a train window 就你通过火车的车窗 所看到的这么一个地方 作者可能也见过乡下 但是没有在这实际生活过 对吧 就是坐火车的时候 看到卖外边的农舍呀 稻田呢 可能看见过 or something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后面同样下定义从去 you occasionally visit during the weekend 就你偶尔呢 在这个周末造访的这样一个地方 就可能周末呢 我们去郊游去乡下踏青 偶尔去看一看 但不会长期住的那个地方 好 我们先看前面这个 city born and city bred 成立生成立长 其实呢 在这相当于一个原因状态从去 对吧 相当于 because 或者since I was born and bred in the city 因为我在城里出生 城里长大 可以加这么一个从去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 按照我们词汇中讲的 也可以把city 放在那个born and bred的前面 because I was city born and bred 或者把because 换成since写下 这都可以 那我们进一步说呢 city born and city bred 就成立生成立长 这语气就更强了 而且用非为语呢 做状语 比状语从去要简洁一些 好 那本文中是 I have always regarded the country as regard ASB 是把A看作是B 这个替换呢 咱们在第十课和第十二课 就是太太尼高的沉默 和荒岛生活中都讲过 咱随便复习两个 比如说把A看作B 可以用think of ASB 你看I have always thought of the country as something 再写下去 think of ASB 把A看作是B 或者我们又consider 这个我们的二十三课 各有所爱那颗书 就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那颗书咱们也讲过 consider在书面中 中间可以不加S 那我们可以直接说 I have always considered the country something中间的S 在书面中可以省略 好 这个句子倒蛮管用的 我们特别是什么在哪里出生长大 把什么A看作是B 然后呢 something something 后面连着加上这个定语从句 这句型呢 咱们尝试的照葫芦画瓢 咱们说一句 因为是土生除挡着中国人 我总是认为呢 美国就是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那个样子 没去过吗 或者偶尔呢在假期里看到的样子 可能去美国旅游 但没有长期生活呀 我们看看这个句子 按照刚才那逻辑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就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 那好莱坞呢 我们当然看电影可以watch 好莱坞电影 the Hollywood movies 或者在假期偶尔看到 不就是something you occasionally visit during holidays 就好了 对吧 咱们来说一说 我先说因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怎么说 China born and China bred 就刚才那个born and bred 把前面city换成中国 I have always regarded America as something怎么样 you watched in Hollywood movies or something怎么样 you occasionally visit during holidays 好 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这表达都会了 China born and China bred regard ASB 把A看作是B 然后连续两个something 后面加一个定义送句 两个定义送句 很好写 对吧 好 后面再回到本文中 咱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most of my friends live in a city yet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at mere mention of the country 这句话也对语法成分 咱们分析分析 首先我们看屏幕 这个中间是用连词yet 引导两个并列句 我们知道这个yet 本身既是连词 又可以当副词来用 在本文中 只能把它看作连词了 因为它连接两个句子 两个句子并列关系 前面是说 我的大部分朋友 都住在城市里面 yet然而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他们总是欣喜若狂 go into raptures 咱们词后中讲过了 对 后面 at mere mention of the country 其实这个结构 咱们以前出现过 at什么什么of 表示一怎么样就如何 mention不是提及吗 就一提起 前面这位形容是 mear来修饰 那仅仅一提到 农村就欣喜若狂 对 好像看着亲爹一样 那当然我们先复习 那个欣喜若狂 这搭配就go into raptures 欣喜若狂 我们当然这个也能替换 我们可以用go into ecstasies 这个ecstasy也是习惯用复书 它用在美国更多一些 这单数呢 是去掉ies 还原成字母y 复书是去掉y 变成ies 我们把这个词也大声读一遍 ecstasy 这也是信息若狂 本文中什么时候呢 ad mere mention 这我们讲过的 ad的什么什么of 23颗咱们讲过 一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 我们复习复习 114页的第五行 on the other hand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ad idea of frying potatoes in animal fat 他说然而另一方面 你呢 一想到用动物油炸土豆 这个念头 马上呢 就要吐 一有某个念头 叫ad the idea 对吧 就是一有这么一个观念 有这么个念头 我们在第四册 也会出现这个结构 就四册的第三课 Networkman这棵树 四册十七页的第四 It is true that during their explorations they often face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of the most perilous nature 确实啊 在他们的当时的探险过程中 他们经常的面对着 最最惊心动魄的 那些困难和危险 equippe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make a modern climber shutter at a thought 这个shutter是浑身颤抖 抖如筛康 装备之简陋 使得一个当代的登山者 一想到此 就浑身颤抖 一想到 ad a thought 就好了 他没有说一想到什么 那后面 我们那个off加宾语 被省略了 这是一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 这个句子里面 也出现了不少的知识 咱们也来叨咕叨咕吧 咱们练习造句子 念头念头 我的多数朋友们 住在中国 然而他们总是呢 仅仅一提到美国 就欣喜若狂的劲儿了 哎呀 那副重阳面外的样子 你看 我的朋友们多数住在中国 我可以用 most of my friends live in China 然而 yet 转折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什么样 at the mere mention of America 好 这个句呢 你看我们照猫画虎 照葫芦画条 写出来不难快 而且心里瓷史有底气 这是我们按照 世界权威亚历山大的文笔写的 那谁敢说错 对吧 保证正确没问题 那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下面呢 继续描述他们这些 呃 住在城里的朋友 咱们看屏幕 这个 一直到逗号 这个当然是一个 让步壮益从具 黄颜色的 对吧 though they extel the virtues of peaceful life 尽管他们盛赞 这个宁静的生活的 种种好处 这个习语搭配 咱们的词汇中呢 已经做好铺垫了 叫 extel the virtues of 咱们一会儿会复习 就盛赞 什么什么的优点 然后后面主句 主句是不能再加but even though呢 引导从具 你but又是并列廉词 你要加but 我就不知道 是并列就是主从具了 对吧 这主句前面就不能加but了 only one of them has ever gone to live in a country 仅仅其中有一个人呢 go to do 不是去做某事吗 ever是曾经 曾经住在农村 就是很多人就是 就是说说而已 and 并且还就是这个人 还是个男的 he was back in town within six months 不到六个月呢 就回到城里来了 这个back in town 就回到城里来 within 后面加一段时间 就不到这么长的时间 就如何 在这不要用in in是表示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in six months 是过了六个月 就发生某事了 这个不行啊 等于within 是不到 within 也可以把它换成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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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months 也行 顺便说一下 这个月份呢 咱们单数是读成month 后面有个咬舌的动作 复数呢 我们读成month 先发咬舌的这个 再缩进去 再发那个s month 理论这么读 但是你发现这么读 就读不快 因为它特别别扭 这舌头动作太多 所以我们生活中 怎么发音 老师讲过一次 大家可能忘了 读快了以后 中间teach 直接被吞掉 读成month 直接后面发s 那个声音 但因为受到前面 前逼的干扰 我们这个词听上去 像ts 在一块发的 那个ts 的声音 因为那像 荆轲刺秦王 那个ts 声带不振动 我们读一下 月份的复述 month 就好了 当然这句话中 我们第一个要砸词 是圣赞什么什么的好处 extole the virtues or the benefits of something 本文中是圣赞的 宁静生活的 种种好处 对吧 然而是 有一个人 has ever gone to live in a country 所以有一个人曾经到农村那去住过 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人 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 对吧 咱们这么说也行 咱们不还是用全时文章的方法吗 经历 我们可以用experience 这个词 在这个人经历 就用personal 不就好了吗 你看也可以这么说 only one of them ha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a country 然后后面还有 再回头本文弄 并且就是这个人 he was back in town within 是在不到多长时间 six months 不到六个月 又回到城里来了 住不下去了 我们这个结构也蛮漂亮 咱们讲过这个知识 趁着冒热气 咱们看 找个句子 我们这模仿 就放在一块 都整个能像一篇文章了 尽管他们盛赞美国生活的种种好处 就experience virtues 对吧 但只有一个人曾经去那里住过 咱们文章中照抄就行了 并且呢 仅仅不到两年 就又回中国了 又回中国叫back in china 那么 再不到呢 还是within 仅仅咱们是不是讲 可以用a mere 相当于only 对吧 a mere two years 就行了 咱们看看啊 造这个句子 尽管 though they baby extole the virtues of life in america 怎么样呢 only one of them has ever gone to live there and 并且 he was back in china 在多长时间之内 within a mere two years 这个句子呢 这个句子呢 要是一般的 咱们英语学习者呢 轻松写出来 这水平可不低了 但是我们在讲完之后 马上造句 发现很简单 Though they extolled the virtues of life in america only one of them has ever gone to live there and he was back in china within a mere two years 非常地道 包括里面的a mere 相当于only 也是咱们讲过的 对吧 好 我们作者呢 继续来介绍 这个在农村 住了不到半年的 这个哥们 接着看屏幕 even he still lives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country life is somehow superior to town life 甚至是他 哪个人呢 就是那农村 住了不到半年 那哥们 依然有一种错觉 still是依然 live under the illusion 这也是词汇中 做好铺垫了 咱们前面就讲过 前面课文中就出现过 就有某种错觉 后面这个that引导的 当然是同位与从聚 错觉是什么呢 农村生活 这个somehow 这好像 好像比superior 加to 也是生词中 咱们做好铺垫了 就比什么什么 更优越 更高级 更棒 好像比城市生活 更优越似的 对 当然这里边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说 有某种错觉 咱们再背一遍 前面可以用必动词 或者用live 后面用under 这个解词 the illusion 或者是the delusion 这两个都是错觉 可以替换 后面再加that引导的 充具 有某种错觉 本文中用的是live 用必动词当然也行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even he is still under the illusion 就行了 当然这still 副词 副词的位置 在句中是非常灵活的 但大多数 咱们经常放在中心的 位与动词前面 放在第一个 注动词 或者必动词的后面 原文中 是一个一般现代识 它根本没有注动词 必动词 就直接放在动词live 前面就好了 在这句话中 前面有一个必动词 我们一般放在 必动词后 比较符合语言习惯 even he is still under delusion 就好了 甚至他 一旦有这个错觉 本文中 换成delusion也可以 咱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为什么说回顾呢 因为尽管是未来文章 咱们前面见过呀 就是46课 咱们未来会讲的啊 212页的第15号 The worst thing about the do-yourself game 有关自己动手的 这种活动 最糟的事情就是 is that sometimes even men live under the delusion 注意啊 that they can do anything 就是甚至有时候 男人呢 也有这种错觉 就他们好像 能做任何事实的 这是有某种错觉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咱们看同一种 同一语从今里面 错觉是什么呢 就是country life is somehow superior 注意加记词 to to town life 城市生活 农村生活 好像比城市生活 更优越 这个be superior 我们讲了 这是用形容词的 原级比较 而且后门不用then 而用to 它的反译词是inferior 也是加to 还记得吗 我们本文中 是不是可以倒过来说 好像城市生活 比农村生活 更差劲似的 怎么说呢 town life is somehow inferior to country life 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再回来 农村生活 好像比城市生活强 我们也可以换成 别的表达 country life somehow beats town life 这个搭配也不错 这个beat 也可以表示 比什么什么强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beat 本来做动词 它本身的意思 可以表示 打败的意思 击败 你看这个农村生活 把城市生活 打败了 不是比你强吗 对吧 或者我们再换 另外一个表达也行 我们这么说 country life somehow has an advantage over town life 我们用 has an advantage over 也是跟什么什么 相比 有一个优势 也是比它强 这个搭配就 have an advantage over 我们把优势 优点 这个名词 跟老师也大声读一遍 advantage 我们如果读的 比较快 这ant字母组合里面 可以把字母T吞掉 我们再读一遍 advantage 也行 have an advantage over 也是比什么什么强 这个句子里边 也是重点 出现的很多 对吧 live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还有be superior to 还有好像 可以用somehow 我们造个句子 甚至连他 都依然有一种错觉 好像美国生活 比中国生活优越 你看整个 我们写另外一个 跟本文类似的故事 甚至连他 我们再说一遍 even he still lives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American life is somehow superior to Chinese life 咱们一边造句啊 一边把这搭配 往脑子里记 live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还有be superior to 这好像比什么什么 更强 is somehow superior to 能记得更复杂 非常漂亮啊 再回到本文中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 他说 he is forever talking about the friendly people the clean atmosphere the closeness to nature and the gentle pace of living 就是他呢 不停地在谈论那些 有好的人呢 干净的空气啊 很大自然的亲近 还有悠闲的生活步调 这个首先我们这个he还是指那个在农村住了不到半年那哥们 对吧 那么当然老是做某事 这个我们第二课知识的复习又来了 你看 be forever doing something 咱们第二课就讲过一个同意词叫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都是表示令人烦的劳作谋事 这讨厌呢 本文中的作者一看就是不同意这个人就说的很虚伪 对吧 你成天说那儿好这儿好 那你为什么住在城里啊 对吧 你可以半一非转农户口搬农村去 对不对 你自个儿这不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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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就叫hypocracy 就是虚伪伪善 但是这个词咱们后面会讲 就说一套做一套 对不对 你嘴上说农村好 身体很诚实 住在城里边 就这意思 注意这都是有贬义词的味道 讨厌老做这事 大家还记得第二课吗 十八页第一行 你看 我们的牧师老是为了各种理由来抽款 昨天刚给二十 今天又掏二百 你这你这讨厌劲的 老做这事 那还能怎么说呢 咱复习一遍 be constantly be continually doing something 换成这俩复词也行 还有呢 keep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keep on doing something 令人烦得老做模式 还有一个叫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也是老做模式 这个我们第二课呢 详细举个例子 今天把这搭配记一记就好了 复习一遍 再回到本文中 我们下面回到本文中看 他总是在谈论什么呢 the friendly people 友好的人 the clean atmosphere atmosphere 既可以表示大气层 也可以表示air 就是空气 在这当然是干净的空气 the closeness close本来做写用词是近的 做名词就是close knit 接近亲近那是大自然 跟大自然的亲近还有什么呢 and the gentle gentle是悠闲的闲适的 pace 咱们13个是我别害怕讲过 本来表示不卖的脚步 那派生意就节奏步调 悠闲的生活步调 咱们呢也是照猫画虎造个句子 他总是不停的谈论 还是刚才在美国那哥们儿 对吧 友好的人民 干净的空气 蔚蓝的天空 和廉价的商品 这前两个我们刚出现过不说了 蔚蓝的咱们可以用个书面叫azure azure 蔚蓝的 还有廉价就cheap 商品 比如说我们用commodity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就commodities 我们来背一遍就好了 he is forever 注意啊这个副词 talking about the friendly people the clean atmosphere the azure sky and the cheap commodities 这个哥们儿呢也是很虚伪 他竟说美国好 但是他不去 身体很诚实 还是觉得中国住的舒坦 诶 这是我们这 我们再回到本文中 那看看下面他所说 下面作者又说了 他就说 还说什么呢 他说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he maintains with the first cockerel the two turner birds had dawn the sign of the rising sun glinting on the trees and pastures 他坚持认为 这个当然我们在上一句话中呢 用的是he is talking about 就直接呢 用他做主语了 他不停地说 那在上上句话呢 even he still lives under the illusion 连这上面两个句子 都是用he 用他做主语 那本文中呢 我们在这句话中 如果还说he maintains 那这个句式就显得太单调了 那刚好呢 我们把这个他说话的内容呢 放到前面去 把he maintains放到句中 这样句式结构不更富于变化 对不对 绳子三句结构一样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with 当然是来自于了 compare a with b 把a和b做对比 把a和b做比较 中间这个with呢 也可以把它换成接词to 都可以 那我们看例子 aheadway you always compare me with your ex-boyfriend 但是这x不是x战警那个啊 就前任的 对不对 我讨厌呢 你总是把我跟你的前任 前任男朋友做比较 对不对 你说你看人家多好 你觉得他好 你跟他不得了吗 讨厌今儿的 compare a with b 或者to be都行 那本文中呢 我们的被动表达 我们也会了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with 表示某个东西是无以伦比的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跟他相比啊 哎 某个东西无以伦比 他表达的是最高级的一个含义 哎 这剧情蛮漂亮吧 咱们也照猫画虎 造个剧子 泰山日出的美景 是无以伦比的 哎 那泰山日出的美景 这怎么说呢 咱最好是看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咱们看看哎 咱们看本文中啊 就看课文 下一行的后面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看下一行后面啊 the side of the rising sun glinting on the trees and pastures 出生的太阳 在树梢和农场上闪耀 这个景象 那我们泰山日出的美景 我就把那个树梢和农场 我改成泰山不就好了吗 泰山用的是mount 在mount后面加上山的名字 mount泰就是泰山 我们一块来说这个句子 咱们复述一遍 咱们先说某个东西无以伦比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with 什么呢 the side of the bay 一遍 Rising sun glinting闪耀 在什么 on mount泰 出来了 你看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side of the rising sun glinting on mount泰 非常优美的句子 那就出来了 但是再回头文中 这compare 这个表达 贵这个还不够 因为我们还经常有一个 非非动词 当固定搭配 叫与什么什么相比 直接在句中可以当壮语 等下compared to 或者compared with 这当然是过去分词 我们加这词to或者with 叫与点点点相比 看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compared to our small flat built out seemed like a palace 与我们那个小公寓相比 比尔的这大房子 看起来像一个宫殿一样 就与什么什么相比较 对吧 这个搭配可以替换 我们也可以换成借词断语 同样做壮语 意思几乎一样 叫in contrast to 或者in contrast with 或者把这个in 也可以换成by 叫与什么什么相比 也行 你比如说 in contrast to the hot days the nights are bitterly cold 与这些很热的白天相比较 这里的晚上呢 冷得厉害 这个bitterly 我们二十一口讲过 就剧烈的厉害的 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也是用着他 对吧 与什么相比 再击一个 咱们基本就够了 比如吧 刚才那个contrast 咱们换成comparison 也是比较的意思 in comparison to 或者把一年换成by 前面俩后面俩 二乘二四个排列组合都行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people who do manual work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in comparison with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我们用这个结构来说我们第四课那个内容 他记得吗 就是做体力工作的人常常赚的钱 比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要多得多 就与他们相比要多得多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好 他说 人做主义的话可以翻译成坚持认为坚称说 那么跟什么相比呢 咱们看with home的宾语 with the first car crow car crow做名词是穷鸡打面 还有什么呢 the twittering of birds at dawn 这个twitter我们讲了 这并不是美国的网站 这些鸟儿叽叽喳喳的在叫 这个at dawn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是在破晓 黎明浮晓时分 就是用at dawn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中心词大声读一遍 注意中间的aw发 啊 拉下壳嘴唇完全放松 最后再把前逼 嗯 舌头贴住上额大声读一遍 down 这黎明 再黎明时分直接at at dawn 再黎明 再破晓 再浮晓 再蒙蒙亮 再鱼肚白的时候 来 中文表达丰富 英语中同样也很多 那不一定非得用down这个词 我们也可以用at the break of dawn 或者at the crack of dawn 也是一样 这个break是打碎了 crack是裂开了 这不更像在中文中说的那个什么破晓吗 破晓不裂开了吗 对吧 当然也能用at sunrise 在日出时分at daybreak 这一天好像刚打碎了 好像阳光把漆黑的夜空给撕开一样 也是表示黎明时分 但当然要表示傍晚黄昏的时候 这个down完美反译词 跟他还是押运 押运 押的是手运 就单词开头翻译 叫at dusk 注意不是灰尘 不是dust 别弄魂了啊 大声读一遍 dusk 或者我们at sunset senset就是日落 日落时分 黄昏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down和dusk 两个还是押运 押手运吗 所以经常放在一块用 from dawn to dusk 从早到晚做猫事 对不对 顺便记住 回到本分钟 清晨鸟儿叽叽喳喳的名叫 这不是什么好鸟 咱说了 还有the sign of the rising sun 就是这个出生的太阳的情景 什么太阳呢 后面glinting 来自于glint 不是很多亮点在闪烁吗 对 在树梢和农场上闪烁 这是对的 你要光看太阳是个大圆球 但如果透过树梢呢 就很多碎碎的亮点射过来了 对吧 所以glint这儿呢 很贴切 但glinting在这非被动词 可以看到后置定语 修饰这个出生的太阳 好 再回到本分钟 这是这个去过农村不到半年 这哥们说的 但作者同意吗 显然他不同意 咱们看下一集 他说 这并不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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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农村上个厕所都不方便 这你不说了 这个part的我们大家为什么前面没有 不应该是a part of吗 这个是复习了 咱们以前出现过 所以今天大家看起来觉得格外的亲切 当part of前面没有形容词修饰时 通常我们是不加不订官司 这是被省略的 你看本文中就是 it's only part of the picture 没有用 it's only a part 对吧 35课咱们就见过 justice is part of the complex machinery of the law 正义呢 是复杂的法律机器里的一部分 一部分咱没有这样的 但是如果前面part有形容词修饰 那必须就得加官司了 你想memory loss is a normal part of the aging process 记忆力的丧失 是衰老过程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 谁都会经历这个 这是正常的 这个normal停止修饰后面这个part 好 再回到本文中 那作者说 那农村生活还有什么的 除了你说的那个田园美景之外 还有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一句 咱们看屏幕 my friend fails to mention 就是我的朋友未能够提及 提及什么呢 后面当然是冰语了 the long and the friendless winter evenings 这个漫长 friendless就估计的吗 没有朋友吗 寂寞的冬夜 在哪里度过呢 in front of the tv 在电视机前度过 因为亚历山大那个年代呢 那时还你别说这个网络 那时连手机都没有 那所以当时只能看电视 特别在农村 也没有夜总会 对吧 连电影院恐怕都没有 那 所以呢 只能在看电视啊 这电视怎么样呢 破责号后面是说的 TV的一个同位语 Virtually the only form of entertainment 而在电视机呢 是农村 Virtually是几乎差不多 那 差不多是唯一的form 是形式 Entertainment是娱乐吗 几乎是唯一的娱乐形式了 那么在城市里呢 尽管那时候也没手机 也没英特网 但是至少有什么电影院呢 戏院呢 什么夜总会啊 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逛夜市啊 等等等等 好多娱乐 农村呢 你看只能看电视 那这个你不说了 对吧 好 这句话里面好多这个结构啊 也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模仿 你像fail to mention 未能提及 就是没有提到这个东西 然后几乎是唯一的什么 Virtually the only form of something 几乎是唯一的什么形式 这个结构也可以把它用一用 对吧 咱们造个句子 这个房地产经纪人 根本就没有提 在崎岖的乡间道路上 又闷又挤的小公共汽车 就面包车 而这几乎是唯一的交通方式 对吧 卖房子都说这房子多宽敞啊 你看这面积 你城里能比吗 但上班不方便了 对吧 你这好家伙 我这这每天上下班八个小时 放路上这受了吗 对不对 这个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见过叫real estate agent real estate是房地产吗 对吧 这个崎岖的可以叫roth 咱们在前面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课书咱们提过39课里边 对吧 又闷又挤的可以叫stuffy 是闷的气闷的 and packed 拥挤的 咱们说pack本来是打包的意思吗 就像打包一样的 C的箱子里 当然很挤了 小公共器 这是minibus 就我们说的面包串 那当然我们没提及的什么 是不是 又闷又挤的小公共器车 再崎岖的相间道路上 就行了 而这是几乎唯一的交通方式 咱们甚至可以先把这短语说一说 virtually the only form of 交通 transportation 就不用entertainment了 对吧 整个咱复习一遍 咱们复述一遍 这个房地产经济 用一般过的事 当时的事 to mention the stuffy and packed minibuses on rough country roads virtually the only form of transportation 好极了 这个country roads 咱们那个约翰丹佛 那个歌里面 country roads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就有这country roads 对吧 好 这也不错 再回到本文中 我的朋友没提这个 他还没说什么呢 做着继续来说这个人的虚伪 那咱们看屏幕 又是一个大唱句 he says nothing about 大家发现这很明显 是对上文中的 fail to mention 的一个替换 未能提及 在这儿呢 是没有谈到 没有说到 意思不一样吗 say nothing about 就是fail to mention 意思一样 他关于这个呢 什么也没说 关于什么呢 about the poor selection of goods in the shops 在商店里 很可怜的 对于商品的选择 就农村的货物 商品 所流行的东西 你经常发现 一看就是城里 四五年前流行过的 对不对 就好像坐 时光隧道一样 这太落伍了 还有什么呢 or about those unfortunate people 或者呢 也没有谈到 这个about 当然是跟前面的about 是并列的 那些很不幸的人们 什么人呢 后面在家定义从具 who have to travel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就每天呢 都得到 从农村 通勤到城里来 every day 做壮语嘛 每天都去干嘛 to get to work get to work 去上班 这个东西 这个买东西不方便 交通不便 这个东西 他没提 对吧 好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 咱们注意的 就是every day 我们说了every day 如果分开写的话呢 是表示每天都怎么样 在剧中做壮语 这是个副词端语 如果你要是连写呢 连写就是形容词 日常的 得做定语 在这里连写 every day life 日常生活 every day necessities 日常必需品 这个要连写 本文中分写是对的 好 下面作者进一步呢 就余待讥讽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曲子 也非常的漂亮 值得咱们去模仿 首先我们整个黄颜色 一直黄到最后一行 一直到这堪持着结束 这当然是主语从句 这不主戏表结构吗 对吧 这万引导的主语从句 为什么人们be prepared to do 是乐意愿意 才是不能反正准备好去做 为什么人们乐意tolerate 是容忍忍受 忍受一个 four hour journey 当然我们知道 这名词呢 做定语呢 一般是用单数 而不用复数形式 所以不要用four hours 因为他做定语修饰 一个四小时的路程 each day 跟刚才的every day 类似 每天都这样 对吧 然后后面 for引导的 当然是 主语从句中的目的壮语 目的什么呢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the country 所以为这种dubious是可疑的 靠不住的 privilege 咱们第四课讲过 就优点 好处 特权 对吧 什么叫可疑的呢 就是是不是住在农村更好 这都很难说 这种好处都是很可疑的 什么好处呢 of living in the country 当然是用of引出 同位于来 这个住在农村 这个好处 好 然后后面大家 It's beyond me 这固定搭配表示 是某人所无法理解的 就它超过我理解能力了 它比我高 我够不着啊 不就这个意思吗 首先这个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doing something 为了这种可疑的 做某事的 所谓的好处 这个结构呢 只不过比第四课 更复杂一点 咱们第四课见过 复习一遍 咱们看到 这是二十六页 第四行 还记得吗 Such is human nature 这是人之常情 That a great many people are often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很多人愿意放弃更高的薪水 for the privilege of 为了这种好处 特权 什么呢 成为白领工人 这个特权 本文中咱们就更复杂 加了一个 dubious 就是所谓的好处 可疑的好处 就是不是好处 还很难说呢 好 据莫这个 It's beyond me 表示 是我无法理解的 当然这个结构 我们在以前讲过另外一个变化 咱们也可以把它改成 It's a mystery to me 就是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是某人所无法理解的 这俩结构啊 其实出处都在本课书中 因为这个第二个结构 在本课书中一会儿就会碰到了 咱们看本课书中192也29行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Why city dwellers 点点点再写下去 说是这个东西 我一直以来就无法理解 为什么城市人 又如何如何 对吧 这是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我们再转回来 还能用beat somebody 这个beat呢 刚才讲过了 本来表示打败某人 击败某个球队 还可以表示比什么什么强 大家还记得吗 农村生活好像比城市生活更约约 对吧 Country life somehow beats town life 在这beat somebody 也能表示某人无法理解 就是他把我击败了 我实在看不明白了 也行 当然本文中呢 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形式主语 你把why主语从具放到句末去 可以这么说 It is beyond me why It is a mystery to me why 或者说it beats me why 或者干脆用我做主语 I cannot understand why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 下面这几个结构呢 怎么都可以说 咱们中国同学可能更喜欢最后一个 因为他有人作主语呢 更符合中文习惯 对吧 那本文中为什么他偏偏用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主语从具放到句首呢 这也是句型的变化 咱们观察这个两个句子 这个句子相邻的两个句子 你上一下 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句子是用 He says nothing about 直接用主位结构开头 他说对吧 然后下面一句话呢 They could be saved 用他们可以被省下 也是用人称主语 直接用他们可以被省下 用了这个主位结构 放在句首 你中间如果也用了这个 I cannot understand 我无法理解 这句型不就太单调了吗 我们知道这个句首啊 在制造句子多样性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Remember Sentence open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create sentence variety 就句子的开头对制造句式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中间这个呢 就换成了用从句开头 而且上面的句子和下面的句子都是 头轻较重的 中间来个头重较轻的 这也是句式结构的变化 所以咱不能光孤立看句子啊 段落中间的变化 咱们得看出来 好 这个句子也非常非常漂亮啊 这个咱们看看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句子啊 咱们也类似的造一个句子 就是我无法理解什么什么 咱们用why放到句首 最后说is beyond me这个结构 咱们试试看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人们愿意放弃更高的薪水 而为了这种可疑的成为白领工人的所谓特权 我们也用个dubious修饰那个privilege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something 对吧 然后愿意呢 咱们刚刚见过be prepared to do 对吧 我们来复述一遍 咱们就why做主语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becoming white-colored workers 怎么样呢 is beyond me 这个句子立刻就出来了 对吧 立刻就好了 有都是这个句子跟咱们第四课那太像了 对吧 没有什么挑战 那咱们就挑战更高一点 咱们还说那个 说美国好那个人 对吧 我们用他来造句 进一步更复杂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愿意忍受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难以排遣的寂寞和强烈的思乡之情 就是为了换取可疑的所谓住在美国的好处 就是不是更好还难说呢 我们也用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merica 就好了 对吧 当然这个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咱们可以用barrier这个词 咱们以前讲的障碍词不总结过这个词吗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就出来了 难以排遣的 咱们用鬼魂幽灵绕着脑袋转 咱们是幽灵之死是不是讲个haunt 我们用haunting寂寞的loneliness 强烈的用acute思乡之情 就用homesickness 就思乡病吗 就行了 为了换取可疑的 咱们刚才说过了 最后再说我无法理解 对吧 咱们先说这个why从去 为什么人们愿意 咱们一块复述一遍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还有什么haunting loneliness and acute homesickness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merica 怎么样 is beyond me 太好了 这个句子如果写在都能托福亚斯中写 咱们所有人接近满分都可以了 太漂亮了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好文章 咱们得模仿 咱们得练 你光看别人打屏幕的时候 你自己不拿盘挥两下 你不跟着教练练 没用 光看不行 你得动笔鞋的用 好 咱们再看本文中 再看下一句 这又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句子 咱们看屏幕 这白颜色当然是句子主句 这个save是把某人给某人省下某个东西 save somebody something 在这用被动 他们可以被省下来 就是他们可以免于嘛 对吧 咱们一会儿会说 这么多的痛苦不可署名词和开销 也可以当不可署名词来用expense 开销 如果怎么样 if they chose to live in a city 如果他们选择住在城里 什么城市呢 后面再说定义从具 他们本来就应该属于的城市的话 你从小的成立生成立长 你到了农村水土不服 where they rightly belong 这个where关系副词引导定义从具 因为belong是不及无动词 它不能加编语 所以在这不能用which 对吧 它不少编语也不少主语 少壮语 对吧 好 这个which 类似于to which 对吧 因为belong加to 但还有一个 就是为什么前面用could 后面用一般过去是choose 这是虚拟语气 如果他们要是不这样的话 事实上他们是这样的 假如说他们要是这样的话 这是if从具 用一般过去是主具 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型 这不标准的虚拟语气吗 对吧 那首先我们得看看 could be saved something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它来自于save somebody something 或者sa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可以帮某人省下某个东西 或者省得某人去做某事了 这么一个意思 咱们也看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 if you lend me some money it will save me a trip to the bank 什么意思 如果你要是借我点钱的话呢 就省得我跑趟银行了 把跑趟银行这个事 替我省下来 嘣嘣我自个儿跑银行了 对吧 再看下面的例子 if you tell her the news it will save me calling her 这sa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如果你要告诉她这个消息呢 就省得怎么样 省得我给她打电话了呗 本文中呢 就是他们可以被省下 就可以免于了 不用有这么多东西了呗 什么呢 这么多的 misery 还有 expense 痛苦和开销 如果怎么样 if they chose to choose 她的一般过去的事 这虚拟去 咱们刚才说了 to live in the city 大家定义从去 where they rightly belong 这个rightly 就是本来应该地 她做副词就是for a good reason 有很好的理由的 不就应该地吗 他们应该属于的那个城市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it was a vicious foul and the referee rightly removed him from the game this is恶意的邪恶的 file 叫做比赛中的犯规 这是一个恶意的犯规 这个裁判 referee 裁判 怎么样呢 诶 正当合理的 把她从比赛中 给罚下场了 这是很正当的 因为应该 这么做是应该的 本文中呢 他们本来就应该属于的城市 where they rightly belong 当然可以改成 which they rightly belong to 看懂了吧 因为这belong是不及物动词 它呢 中间不少主意 不少宾语 怎么能用关系的s呢 就能关系副词了 但是如果belong 后面加个to 前面就得用which 因为to后面少宾语了 对不对 好 本文中这个 they could be save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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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从具在用 一般过去式的虚拟 还有本来应该属于的 where they rightly belong 这个结构都是重点 咱们第一段最后再造个句子吧 他们可以省去诸多痛苦不变 痛苦就是misery 不变的可以用inconvenience 就是不方便 也可以当不可署名词 还有无尽的 无尽的 咱们以前见过 它叫endless 就没有尽的end 的end不是尽头吗 再叫l-e-s-s endless 怀旧之情 叫nostalgia 咱们可以把这个词 大声读一遍 nostalgia 如果怎么样呢 如果他们选择住在 他们本应该属于的国度 这国度呢 咱们用个书面 用land 你不一定非用country 你比如这个文章中 寻大量的country country 重复以后 用land 在这不是土地 是国度 国度在中文中 也是个书面语 对吧 好 我们也是说那些 到了美国 可能又后悔 碍于面子 又不愿回来的人 我们用他们做主语 They could be saved So much misery inconvenience and endless nostalgia If they chose 虚女婿 to live in the land and where they rightly belong 这个句子也非常非常漂亮啊 这个同时上来 could be saved something 然后if they chose 一般国度是虚女婿 还有where they rightly belong 这个rightly也有复习了一遍 好 41克重要的第一段 跟李老师先看到这儿 下面咱们接着来看 41克的第二段 咱们先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咱们一块来看屏幕 首先在第二行的这个豆豪之前呢 又是条件状欲充具 如果If you can do without a few pastoral pleasures of the country 如果呀 你要是没有呢 这点所谓的田园乐趣 也可以的话 这里面当然咱们出现了一个动词短语 叫do without something 叫没有什么什么也行 不用什么什么也可以 这个咱们一会儿会重点说 然后呢 后面you will find 别看就仨字 这是标准的主句 你就会发现 发现什么呢 这个后面的写体字 从这个the city开始到句子结束 当然是做find它的兵语充具 这个连词that可以看作被省略了 你会发现 the city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best 就城市呢 可以给你提供这最好的 什么最好的呢 后面在家定义充具 that life can offer 当然这关系代词that在定义充具里面 做offer它的兵语 就是城市生活呀 能够给你提供的最美好的东西 生活这个城市都能给你提供 当然我们讲过 如果这个先行词呢 它是表示最什么什么的 它本身是最高级 或者用最高级来修饰 那么后面这个关系代词呢 咱们一般多用关系代词that来引导 在这个地方文法上也特别清楚 当然我们首先先注意一个生词 一个短语应该说 就是do without something 这个搭配翻译成 没有什么什么也行 不用某个东西也可以 来我们看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if you need my car I can do without it today 如果您要是需要我的车呢 我今天不用也行 您就开走 用在否定句也行 我们再看一个否定句的例子 she can't do without candy candy是糖果 在这不可数名词 什么意思呢 它没有糖果可不行 离不开糖果 这是把do without再否定 没有什么什么也行 这是没有什么什么不行了 当然这个do without something 这个固定搭配咱们可以替换 它有两个亲兄弟意思差不多 第一个是go without something 第二个是manage without something 可以替换 都是没有什么什么也行 如果你要是没有 the feel就是那为数不多的 pastoral或田园的吗 pleasure就是乐趣 乡下的那些田园乐趣 也行的话 你就会发现 the city can provide you 就可以给你提供 with the best life has to offer 当然这个provide 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咱们早在第五课就详细讲过 它有两个搭配 第一个是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那本文中用的这个 还可以用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也是给某人提供某个东西 那本文中显然呢我们用的是第一个搭配 为什么这里用第一个搭配好呢 因为本文中人呢非常短 而这个东西呢比较长 后面还挂着一个定语从句 对吧 所以用第一个搭配避免头重脚轻了 好再回到文中 那么这个上面是个大长句子 下面呢又来了个短句子 又是长短句结合 下面开始又列举了城市的美好的 下句说 you never have to travel miles to see your friends 你永远也不需要呢 走上好几英里之遥去看望你的朋友们 为什么呢 下边再接着说 又来一个长句 这个长短句结合嘛 they invariably live nearby and are always available for an informal chat or an evening's entertainment 城里嘛 住的呢都高度集中 他们总是呢住在你的附近 并且总是有时间呢 俩人一块闲着没事聊聊天啊 或者是晚上呢 娱乐娱乐 看个电影啊 什么喝喝茶 总是这样 they invariably 这个总是就等于always 这个我们在三十一颗可爱的怪人 就见过这个词了 他可以看自那个always 它的升级版本 他们总是live 后面跟nearby是父子 在附近 总是住在附近 并且are always available 当然这个be available 后面在家借词for 是固定搭配 在这儿呢 我们是人做主语 翻译成有空做某事 有时间做某事 这个available 我们以前说过 如果是事物做主语呢 可以翻译成 可以得到的 可以找到的 可以买到的 但是人做主语话 翻译成有时间 有空 而且后面经常跟for something 有空做这个事 或者干脆跟to do something 有时间去做某事 我们看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My professor is always available for a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不是交流谈话吗 我的这个教授啊 总是有空呢 交流聊天 或者说 My professor is always available to talk with his students 我们的for conversation 可以换成to talk 后面都可以跟上with his students 我的教授呢 总是有空跟学生们交流 在这儿这个available 跟形容是free 看作同意思了 这可以替换 连搭配都一样 本文中就是这个意思 他总是有空 跟你呢 informal就非正式的 chang就闲谈聊天 当然这是有空 如果表示没空呢 很忙 没时间 当然咱们可以用be busy 可以吧 还可以用be not available 就刚好做available反译词了 没空 没时间 或者用习语搭配be tied up 这个tied 字面好像是被绑起来了 其实手脚被束缚住 那不是事儿太多吗 手脚捆住 没时间 没空 或者我们用一个 比较正式点的表达 这个也是固定搭配 叫做have a previous engagement previous也可以换成prior 都可以表示时间上更早一些的 之前的 什么意思呢 对不起了 我这另有安排 engagement就安排好要做的事 就是我提前的有其他的安排 今天都对不起 没时间没空了 你比如说 I appreciate your kind invitation but I have a previous engagement 这句子多漂亮 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盛情的邀请 但是可惜我另有安排 提前安排好别的事了 时间上不方便 没空了 这也是表示没空没时间 特别地道 既单词不如多继续习语搭配 它出现的频率高 而且能够给咱们写作和口语 增光添彩 好 再回到本门中 到后面就举例了 他说 some of my acquaintances in the country come up to town once or twice a year to visit the theater as a special tree 他就举例子了 他说我有那么几个熟人 这个acquaintance 咱们以前讲过 当名词可以表示熟人 他还没有达到friend 没有到朋友这个地步 就熟 认识 熟人 acquaintance 读快了之后 这个teen 可以读成鼻腔爆破 舌头贴住上额 口腔不爆破 气流从鼻子出来 acquaintance acquaintance 这么多也行 就是我的几个熟人在哪呢 in the country 在乡下的熟人 come up to town 当然不能说往天上走了 对吧 这come up 这个up呢 是从次重要的地方到更重要的地方去 这个表达咱们中国人特别好理解 因为咱们中国人呢 这个时候也会用上 这个上不是往天上那个上 今天去哪啊 上城里去 今天上城里 上城里去 你从来不能说今天我下城里去 对吧 今天上城里去 go up to the city 用农村往城市走 那乡下 当然城市更重要 发大水都保护城市 对吧 那如果要是到乡下去呢 甭说了中文中下 上山下乡 下乡去吗 英语中有去 他也用down go down to the country 这个down呢 字面意思就是从重要的地方往次重要的地方去 上城里去 到乡下去 当然这个up down除了表示重要次重要这个地点之外 也可以表示呢 往北往南上北下南吗 they walk up north 他们北上 they walk down south 他们南下 你看这是表示南和北不是直上直下 这个还可以呢 表示河流往上游走 往下游走 就是逆流而上顺流而下 你看 they sailed up the river 他们顺流而上 这个驾着船呢 往河流上游走 那反过来就是下游呗 they sailed down the river 就是顺流而下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up down不一定是直上直下这种意思 在本文中呢 就是上城里去 来干嘛呢 once or twice a year 这时间频率 就是一年呢 去一两次 to visit the theater 就进城去看戏 在这不是拜访戏院 就是看戏的意思吗 然后呢 as a special treat 这是固定的搭配 首先呢 这个as a special treat 要明白 我们得先看看什么叫treat 这个名词啊 是一个多意思 在这呢 那就是表示难得的一件乐事 就令人快乐的事 难得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那我们经常用在固定搭配 我们对几个搭配 比如说第一个 be a real treat 或者是be a great treat 这真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 难得的乐事啊 哎呀 真喜欢 你比如说 when we were kids a trip to the beach a trip to the beach was a real treat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到海滩去玩耍 那可真是一件难得的乐事啊 real的确是 确实是 哎呀 真是让人一件难得的 令人开心的事 那一年难得去两次 每次去一次特别开心 再比如说 her son's visits are a great treat for her 这老太太可能现在一个人呢 守寡 单独居住 那他这儿子呢 到这来一趟来拜访他 对他来说 那可真是一件特别大的 难得的快乐的事情 那可能儿子住得远 工作太远 难得来一次 这妈妈特别高兴 这叫are a great treat 看到了吗 哎 用这搭配 还有本文中的 就是as a special treat 当然是借词端语了 就作为一件特殊的 难得的乐事 这作为吗 as借词吗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We took the kids to the zoo as a special treat 我们带孩子们当动物园去 作为一件特殊的 难得的乐事 平时呢 家大人都特别忙 孩子呢 也没有放假 这回刚好呢 刚考完试 家长刚好有年假 一会儿去 难得去一次 孩子也高兴 大人也开心 作为一件难得的乐事 本文中就是这样 你这乡下人吧 看戏 成立人 什么时候有空 每个周末都能去 这乡下 你看一年 进程一两次 看戏 都当做难得的乐事 这不说明住乡下不方便吗 对不对 下面再看 for them this is a major operation which involves considerable planning 别看看个戏 对他们来说 这都是一个重大的行动 需要呢 仔细的规划 进程不方便 坐什么车 倒什么车呀 能不能赶上末班车 你看 这个for them 这个for 当然读快了以后 咱们若读成for 就对什么什么来说 for them 对他们来说 this is a major operation 这个注意 不能翻译成 这是个大手术 人家看戏 不用想开膛破肚 这个major 在这 它本身确实重要的 重大的 这也没话说 我们大声读一遍 major 它的意思就是important 或者是significant 重大的重要的 它的完美反译词呢 就是minor 就不那么重要的 比较小的 不重要的 我们也大声读一遍 minor 都是五个字母 都是m开头 二绝尾 这是完美反译词 或者不重要的 也可以用animportant important 前面加un 或者用trivial 琐碎的 微不足道的 你听着发音 口型就小 我们也大声读一遍 trivial 或者用这个词 也大声来遍 insignificant 刚才这个significant 不是重要的吗 前面加ion 否定字头 就是微不足道的 不重要的 反读中是major operation operation 在这可不是手术的意思 对吧 这个词呢 咱们以前见过 就行动 32课咱们讲过 在这呢 行动 工作 它相当于work activity or action 这个意思 重大工作 重大行动 我们 在以前曾经见过 这么一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the salvage operation hath been a complete failure 这个打捞行动 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打捞行动 不是动手术 对吧 我们还讲过 营救行动 或者营救工作 rescue operation 还有呢 救济工作 就减轻灾民的痛苦 relief operation relief是痛苦的减轻或缓解 对吧 还有大扫除 clean up operation 这些表达咱们讲过 这个地方做复习了 本文中呢 这个意思对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行动 后面大家定语一层句 which involves considerable planning which就修饰前面那个重大行动 那这需要呢 非常大量精心的安排计划 considerable是可观的 相当多的相当大的 当然本文中的定语重句呢 其实呢 它相当于并列句 你不能设施一个 需要大量精心的规划的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行动 你要当做这个定语翻译的太啰嗦了 你要在中文翻译成 这是一个重大行动 需要精心的规划 你看它其实相当于 看屏幕 是不是相当于 and it involves considerable planning involve不是会卷入进来 会涉及到吗 会包含什么吗 咱们不说过那个iron是进来 这个volve v-o-l-v-e 你听的声音 volve 这不转圈的意思吗 刚好卷到里边来卷入 就是需要有嘛 需要有大量精心的这个计划 但是你and跟it并成一个 which就好了 因为前面不刚刚出现的就是重大行动吗 对不对 造个句子 出国留学是个重大的行动 需要精心的计划 这个句子咱以前说过 今天刚好趁热打铁再造一遍 出国留学叫study abroad 我们当主语就studying就好了 对吧 studying abroad is a major operation which involves considerable planning 好 这句子出来了 特别好写的 而且这信手担来毫不费力 因为我们这不是照着大师的句子写的吗 所以咱们练书法 第一步不是先描红临帖吗 对不对 九成功 李全明 多宝塔碑 你这先得临帖 对不对 你上来创作是不可能的 好 再回到本文中 接着说看戏的事 看下一句 as the play draws to its close they wonder whether they will ever catch the last train home 当这个戏剧快结束的时候 这as引导的当然是时间状于重剧 是吧 他们wander就想知道 后面的wander引导并于重剧 是不是他们能够catch赶上了 赶上车 赶上最后一趟train 还有一个home当后置的女 就回家的火车 就怕误了车 好 我们在城里在睡桥底下麻烦了 你看看个戏都看不利索 戏还没散场 就赶紧出去赶火车去 当然这个里边出现了一个 draw to its close 其实就来自draw to a close 这我本文中加他的结束 表示这部戏的 用了一个鼠歌its 我们一般的多用draw to a close 叫临近结束 因为这个draw 它本身可以表现千拉拽的意思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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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结束这来了 这不临近结束吗 当然close也可以换成名词and 这时候不定过来自喊 an end 或者说a conclusion conclusion除了表示结论 也能表示终结结束 对吧 临近结束 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表示 结束了 终止了 完了 come to a close 这个咱们讲了 come to a close come to an end come to a conclusion 但是come to a conclusion 这大词多是表示得出结论来 但是确实draw to come to都有类似的用法 但come to呢 如果跟a close 或come to an end 这是结束 draw to是临近 快要结束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哎呀 这戏快结束时就得想着 哎呀 能不能赶上最后一趟回家的火车呢 对吧 那相对城里人呢 咱们看下去 the city dweller never experience anxieties of this sort the city是城市 dweller叫居民 住在某个地方的人 这个dweller来自于动词dwell dwell就居住的意思 dweller就居民 城市人把它背起来 叫city dweller 在前面加订过词的不能表示 那个城市居民 我们知道 单数名词前加定过词的 可以特指 但是也可以类指 其实就相当于city dweller 用复数也能泛指城市人 对吧 怎么样 never experience anxieties of this sort 从来不会experience经历 经历这种焦虑 anxiety 做名词是焦虑 这是用复数吗 of this sort 当然这个this kind也行 这种类型的焦虑 这个又涉及到了 咱们前面34颗幸运的发现 讲过的 如果表示这种那种的某个东西 这如果是可数名词的话 把这东西如果放在前面 种类放在后面 这东西一般是用复数的 当然我说的是可数名词 就是你本文中anxiety is this sort 那种of that sort就好了 the sort用kind也行 都是种类嘛 对吧 你像比如说 I can't approve of things of this sort 这种事 我是不能同意的 approve 可以比如说同意认可 对吧 这种事不能同意 但是我们如果要是把 种类放在前面 把东西放在后面 this sort of that sort of this kind of that kind of 这个时候 后面的可数名词 咱们可以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 就直接用单数形式 前面也没贯词 后面也没复数 也没复数 对吧 这个句当然可以改成 I can't approve of this sort of thing 这种事 我是不能同意的 本文中也能改成 this sort of anxiety 就好了 这种焦虑 对吧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他后面接着说 那为什么城市人就没着焦虑呢 咱们看下一句 他说 the latest exhibitions films or plays are only a short bus ride away 当然这个latest 不能表示最晚的 而是最新的 新出的 对吧 最新的展览啊 电影啊 或戏剧啊 怎么样 坐公共汽车 一会儿就到了 这个结构表示 你离某个地方特别近 这结构咱们可讲过 这搭配的背变 be only a short bus ride away 这个ride 是表示做某种交通工具 这车程 就是坐公共汽车 很短的一段车程 几站地就到了 特方便 对吧 当然呢 我们以前还讲过类似的 我说这地方仅仅一箭之遥 英语中说 be only a stone's throw away throw就是当名词来用 就是扔一块石头的距离 这边扔出去 巴达掉地下 就在那 这能有多远 对吧 表示近 咱中文中叫一箭之遥 它是扔石头 或者这地方走着走能到 甭坐车 走着走就能到 我们用b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在走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 这地方开车能到 within driving distance 对吧 中间没有河没有海 开车能到 或者说这个地方 通勤往返很方便 就是坐车交通工具 往返特别方便 commute 叫往返于两地 我们这是用be within commuting distance 就行了 我的公司啊 离我家的方便 坐车往返很方便 my company is within commuting distance from my home 你看 在我们通勤 能够达到的距离是通车啊 有地铁有火车啊 有公交车能到啊 这个意思 好 再回到本文中 这个你看这坐公交车一会就到了 那后面接着说城里的好处 shopping to 当了一个插入语了 他购物啊 他也是一个 it's always a pleasure 也是一个令人开心的事 为什么城里购物就开心呢 看下一句 there is so much variety that you never have to make do with second best 他说这个种类是如此之千变万化 你永远也不用那个用什么什么二流货色去凑合 只要你有钱在城里就能买到最好的 这农村可能都是这个淘汰下来的 或更新换代特别慢 当然这个variety在这可以当作不可署名词来用 它本身表示多样性 就是这商品有这么大的多样性 它可可以当不可署名词来用 所以在这用much没问题 那后面再加这个结果状欲从具 so that 如此以至于吗 以至于怎么样呢 you never have to 你永远不必make do with second best 连用两个搭配 第一个搭配是make do with 叫用点点点来凑合事 用某个东西来凑合 临时凑合一下 我们看例子 John did not have a hammer so he had to make do with a rock 约翰可能要钉钉子 找了半天没有榔头 怎么办呢 他只能用一块大石头来凑合 光光光用它来砸 这是make do with 用什么来凑合 本分钟用什么凑合呢 second best 在这可以当不可署名词短语来用 就是二等品 二流祸 注意在这当不可署名词来用 泛指 二等品 二流祸 那字面意思不是比最好的要差一等吗 second不是排在老二的吗 对 当然我们有这个second的这个含义 好多习语搭配都来自于他 你比如说 be second only to 刚好翻译着什么 仅次于 只排在他的第二位 对吧 天老大他就老二了 你像 the euro has a circulation second only to that of the dollar the euro欧元嘛 欧元有一个货币的流通量 它仅次于美元的流通量 当然我们听课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呢 老二流通量又变成别的货币了 这个别较真 这费不住的事 这second only to 仅次于 对吧 好 还有一个叫 be second to none second to是排在什么什么的后面 刚才是仅排在他的后面 那是排行老二 be second to none是什么意思 当然就像那be the best 最棒的 他没有排在任何人的老二的位置 就他是老大呗 最棒最强最好 这也是用second 后面还是加to 我们看个例子 when it comes to singing John is second to none when it comes to 这个在第二十三课 各有所爱 那课咱们提过一次 这个to在这是借词 when it comes to 放在一块翻译成 当谈到 当说起某事的时候 本分钟是当谈到唱歌的时候 那约翰读步天下 唱得最棒 他不排在任何人的第二位 这几个second很有趣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话 这句话里又比较长 咱们直接看屏幕分析语法结构 首先呢 这个第一行的白颜色的又是句子主句 country people 就农村人run wild 当不能翻译成非常疯子一样跑步 这个run在这不是跑步 它是细动词变得 变成某个状态 后面这个wild 在这是做表语吗 细表结构吗 对吧 形容词做表语 当然在这呢 wild不是也的 而是表示情绪激动的 在这就特别开心 哎呀 你看 这没见过 这好 这 你看 这 什么都想买 看什么都新鲜 但在什么时候呢 when they go shopping in the city 当他们在城里购物的时候 看什么都新鲜 并且and引出并列句 stagger home 当然前面那个wild引导的是时间状态送句 然后and stagger home 这个stagger主语 当然还是country people 就是乡下人 stagger表示站立不稳 摇摇晃晃 这个stagger home 是做副词回家吗 摇摇晃晃的回家 为什么呢 loaded with as many of the exotic items as they can carry 这个be loaded with 这个咱们讲过其中的一个意思 这个load 它本来可以表示往交通工具上装货 be loaded with 可以表示瞒载着什么什么货物 但是我们在这看到 be loaded with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某人提着背着扛着 这个load不是放在交通工具上 是给某人加负担 所以be loaded with 也可以表示某人回娘家 就是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背后背一大 大大大娃娃 胖娃娃 就这种就叫be loaded with 本分钟就是 大包小包背四百多斤 然后背多少东西 as many of the exotic items item 咱们三十二科一艘沉船也讲过 其实就是一件两件东西 那个剑 exotic 就新奇有趣的 它本来可以强调来自于异国风情的 派生意就新奇有趣的 然后这个s 当然跟后面的s固定搭配 s像什么什么那样多 像什么 他们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那些新奇有趣的东西 能扛多少都扛着 哎呀好不容易进城一场 好家伙来 海逃吧 赶紧是这个海量的逃 并不是到海外去逃 这是我们这个句子大概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当然这里面我们还得首先看那run wild 这个run跑步 我们不跑走路也行 go也能表示变成某个状态 这个wild是情绪激动 你如果补充上呢 可以加上一个run wild 或者go wild with delight 就欣喜若狂 delight不是高兴的意思吗 高兴的发狂 就特别开心 当然我们这个wild 当然也能快能crazy 在这也是表示情绪激动 哎哟我都疯了都 高兴坏了 高兴疯了 或者干脆 我们是不是前面出现过 第一段里有的go into raptures 不也是欣喜若狂吗 咱们在这看意思其实一样的 当然我们在第一段讲过 也可以用go into ecstasies 后面的用在美国更多一点 都是欣喜若狂 本文中也是 哎呀 背着都大包小包 欣喜若狂 摇摇晃晃 都快拿不动了 回家去了 然后下面他再说 那对方不说你城市没有农村风景好啊 作者下面说了 nor is the city without its moments of beauty 这个nor可以表示也不 当然这个句子比较短 它前面都是大长句子 又中间穿插一个小短句 长短句结合嘛 长句子为主 短句点缀 你看来了 而且我们说这个nor放在句首 它是个否定含义的词 放在句首后面引起部分道庄 把这is放在主语的city前面去了 对吧 然后后面还有without without是没有 前面是也不 它两个否定放在一块 刚好是个双重否定 双重否定呢 是表达准这个肯定的含义 对吧 城市里也不是没有什么呢 它的这个时刻 moments 时刻 什么时刻 of beauty beauty不美丽吗 就城市也不是没有良辰美景 我们也造个句子吧 对吧 有志者事竟成 就对于一个有理想 有这个愿望的心灵来说 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你看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mind 对一个就是想做这个事的心理来说 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 有志者事竟成 对吧 那下面这句话怎么翻译 no one has nothing to offer to society 没有人是没有东西可以献给社会的 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能为社会做贡献 对吧 那下面我们造一个复杂的句子 我们也就用那个也不 用nor这个词 男人也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候 男人我们复述那me man就好了 脆弱咱们以前讲过frailty 就是脆弱这个当不可署名词来用 那时候时刻也用moments就好了 我们用nor放在剧手倒装 咱们一块来 nor are men without their moments of frailty 多漂亮 男人也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候 本文中呢 是城市也不是没有良辰美景 这句型 这马上套用心里多逮呀 对不对 来我们再回到本文中 短句之后必定有长句 你看后面又来长句了 我们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there is something 总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comforting可以看作一个后制定语了 comforting就表示 令人觉得安慰的 这个comfort做动词 不是安慰安抚某人吗 令人觉得安慰心里踏实的 我们这是形容词 修饰不定带词 像something anything someone anyone 一般是后制的 不能放在前面 它是不定带词 那么什么令人安慰的感觉呢 后面又后制定语修饰这something about the warm glow 就是关于这些温暖的光 这个glow我们讲过 它尤其是燃烧过的东西 发出暗红色的光 在这呢 就是广告灯 霓虹灯 它不多是发出红的颜色吗 这就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什么光 黄颜色的当然是后制定语 shed是发射或者发散或者流淌 在这光线当然是发射出来 注意这个shed在这是过去分词被什么什么照射出来的 对吧 我们注意这个shed 它的动词原型一般过去是过去分词 都是shed 所以在这呢 它过去分词 是由广告所发射的那些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什么广告呢 在什么时候呢 on cold wet winter nights 在寒冷潮湿的冬夜 英国呢 在纬度也是比较高 到冬天也够冷的 对 但是又同学说 这个在晚上不是加at night 不是at吗 怎么用on呢 确实在晚上我们有at night 但如果在晚上上午下午这些词 前面有具体形容词限定 具体什么样的晚上上午下午 这个时候通通用on 在上午本来是in the morning 在上午 但是on a Sunday morning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 那前面同样用on 只要它有修饰语 不管你原来是用at还是用in 好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shed 这个词 刚才说了 它动词原型也是shed 本来表示发射呀 散发呀 或者流淌 也行 那你想 shed bitter tears 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这是流淌 shed blood 流血 就抛头颅洒出去吧 就是这个流出了鲜血 还有一个我们固定搭配 叫shed light on something 这我们在38克最早的日历 咱们讲过 这本来意思是把光线照射到什么东西上 这不发射出去吗 把光照在这个东西上 派生意识 揭示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 对吧 就原来这地方黑了黑窝窝窝 什么都看不见 现在一束光打上去 不揭示真相吗 能看清了吗 这不是 你像复习这个句子 This discoveries may shed light on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这些发现可能会揭示宇宙的起源 对吧 再回到本文中 下面我们就说是那个night 它本来一般是at night 但是我们说上午下午中午晚上 如果有具体修饰语 就得换成on 你像on a monday night 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 不能用at 同样的 在星期日的一个下午 on a sunday afternoon 我们知道下午一般是用in in the afternoon 但有修饰语 同样 前面也要用on 这个小细节注意啊 好 可不能大意 这个我们再看下一句 又是一个复杂的大长句子 这个我们先看前面啊 第一行呢 是句子的主句 few things could be more impressive 这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它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了 那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后面的东西是最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对不对 这明显的是一个用比较级表达最高级的含义就没有什么比它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了 对吧 比什么呢 then the peace 比这个宁静 什么宁静呢 后面这个that引导的又是定欲从具修饰这个宁静 that descends on deserted city streets at weekend 就是在周末突然降临到冷清的城市大街上的这个宁静 就是一般人周一到周五天天去城里上班人多车水马龙 到周末呢都会想会什么口音之 都回乡下的家里去了 对吧 这时候马上城市呢 就没人了呗 住在北京的人都是了 一到春节的时候也是突然降临到北京的空荡荡的大街上的这个宁静 deserted就荒凉的没有什么人的那这个design on这个咱们在词汇中讲完了他人做主义 事物做主义意思不一样人做主义是大批的来到某地那事物做主义呢某个事物突然降临在这就是宁静 突然降临到这个城市街道上那那么后面进一步呢加定欲从具修饰这个周末呢 它等于其实相当于原因状态从具because at that time 因为在那时是吧 但是我们刚好周末后面直接呢就说这周末有什么事用when它不是更简洁吗 when the thousands后面再加一个定义从具that travel to work every day 这括号里边呢其实又是定义从具修饰这个thousands这个词 这个thousands当然是相对thousands of people数以千计的人 这个all people就不用说了 因为天天上班不可能是狗上班去 肯定是人了 people是废话的 这些平时呢天天上班 其实这everyday呢说的不太准确 from Monday to Friday 周一到周五天天上班 这人怎么样 而tucked away就是藏到了什么什么地方 被隐藏在了某个地方 藏到哪了呢 他们在农村的家里边 就城里边呢他上班的地方 但城里呢住的不舒服 那面积小啊 很多人呢就住的乡下 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城里冷清的街道 作者认为也是一番美景 当然这个首先这前面的指头模仿啊 它是比较及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很少有什么东西比他更怎么样了 对吧 你比如说 几乎没什么学生比他更聪明了 few students could be more diligent 比他更勤奋吧 more diligent than she is 就好了 当然这个she后面的is可以去掉 因为这个then引导比较壮益从居的时候 如果这个卫语动词跟前面一样 你前面不是B动词吗 后面的is呢就可以去掉 then she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she呢 这个前面有then then就更像一个借词了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 B动词被省略的时候 我们用she主格 当然没错啊 因为它主语比较嘛 前面就主语啊 甚至可以把she改成her then her 这个时候这个then就更像一个借词了 就是表达呢 他几乎是我们是最用功的学生 diligent勤奋的嘛 对吧 当然还有呢 be tucked away 咱们先看什么叫tuck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tuck 这字母又就是道威斯的a 这个声音 它本身是表示 椰进去 塞进 像我这衬衣椰到裤子里边 把这围巾椰到领子里边 为了暖和 对吧 tuck your trousers into your boots 把你的裤子呢 把它塞到皮靴里边去 裤腿塞到里边去 得避免弄湿了可能 那当然由这个稍微派声一下 be tucked away 就相当于be hidden 隐藏起来了 好像被掖到里边去了 看不见了 对不对 比如说看例子 a group of tiny brick houses its tucked away behind the factory 当然他把这houses看作一个group 一个整体 当作一个大的整体来看 所以后面用单数 就是一群呢 很小的砖房 掩藏在了工厂的后面 转到后面一看 哎 这有一堆小砖房 break是砖头的意思 本文中呢 就是那些人怎么样 现在都藏到了 这个农村的家里去了 好 最后呢 作者他很幽默 他说 咱们这句话呢 咱们前面讲过了啊 咱分析分析结构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在这当然是句子的主句了 白颜色的 这个it 当然是形式主语 这呢 对我来说 总是一个谜 就是我无法理解 对吧 这个结构咱们讲过 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对吧 哪个是个谜呢 这后面why 一直到句末引导的 当然是主语从句啊 它是真正主语啊 为什么city dollars 城市人刚讲过 对吧 后面再加一个 非线的性动语从句 补充说明 他们享受着 所有这些事情 就上面的良辰美景啊 方便快捷啊 看朋友方便 看戏很方便 对吧 他们怎么样 obstantity 就是固执的 这个倔强的 这主语不还成是什么 pretend是假装 然后后面呢 that引导的 当然是 兵语从句 所有pretend的兵语 固执的假装 就偏要假装呗 怎么样呢 他们更愿意住在乡下 他们是图什么呢 明明你觉得城市好 为什么嘴不对心呢 对不对 当然would prefer to do 是更愿意做某事 我们后面可以叫rather than do 咱们第八课讲了 prefer如果跟doing 后面加借词to prefer doing to doing 如果是prefer to do 后面加rather than do prefer前面加不加 would 影响不大都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看 里面这些表达 首先的句型 复习一下 it has always been beyond me why 跟本文中的答题 完全可以替换 对吧 我们上部是不是讲过 beyond somebody 表示是某人无法理解的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it has always been beyond me 可以吧 还能怎么说 无法理解 用beat也行 it beats me why 为什么这样 我简直搞不懂 这个结构咱们前面讲过了 对 好 当然还有最后那个 咱们可以看出省略的rather than 如果前面prefer to do 后面rather than 当然加do就行了 他们宁愿住在农村 也不愿意住在城市里边 我简直是无法理解 其实作者呢 在这就是一个讽刺 说明这帮城市怎么样 they are hypocritical hypocritical 这个词叫虚伪的 伪善的 就是say one thing but do another 说一套做一套 这种人就叫 我们大声也读一下 虚伪的这词 hypocritical 就是这帮城市人 真是虚伪 明明他心里知道城市好 他嘴上骗着 哎呀城市不行啊 你看农村多方便呢 对不对 真让他住农村 他才不去呢 好41克也是优美精彩的文章 跟老师就修到这